他們說跟我一點都不熟, 到底是怎麼解釋呢 十幾年沒見, 確實是不太熟 但是富王真的以為我死了? 還以為初一, 現在生死未卜 回百姓國路途又遙遠 馬祭被耳蠻公主寄回所有東西 說他殺了一個瑞絲蠻斷 淋淋淋淋說什麼? 我沒有, 我有點囂張, 苦惱, 弊藝 阿絲, 這裡的人 每個人都像喝了盲婆湯一樣 此起今早就莫問過去 留在這裡就要學會這件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留不留在這裡 始終這裡無親無故 四處都是一樣的 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 只要你在這裡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做滿三年, 有免費房舍分配 做滿六十歲, 厲害了 有敬老米糧分配給你 聽起來真的可以安心立命 對某些人來說, 這裡簡直是人家獨土 跟我來吧 好 繼續工作 是… 我們的標局不是普通運標 送標、鴨標的標局這麼簡單 我們會幫客人找送大大小小 不同的貨物 無遠佛街, 源自極東的中坎國 南下鹹水國 我們所送的貨物, 包羅萬人 你們標局的標師有三百多人 我自從做了大當家之後 守陣陣的真聞 他們的身家算是幾倍的 好, 好, 可惜我和胡當家年事已高 體力大不如前 請問那個是什麼 那些叫快檢商 專門收集那些要快速記帝的家書之旅 一封家書, 抵萬金, 五元值得夠 那我豈不是可以寄一封信 而你就是最好的人選 謝謝大當家的賞識, 我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 我也要問過一個女人才行 那還沒過門, 有什麼所謂 就這麼決定 我也要真的考慮一下 你可以幫我考慮一件事嗎? 考慮什麼? 考慮一下就不要考慮 不考慮也行, 但要考慮清楚 考慮… 這個環境這麼好, 你一定會留下來 不要啊, 救命啊, 不要啊 不要暈倒了, 放下水 糟了… 我幫你… 你怎麼這麼廢話? 我知道你武功了得 你也不用找這種東西來玩 這幾天我發現我… 入水能入… 出水能跳 非人走壁都如你平地 能夠這麼勁抽的武功 我的出身必定是非同法 你怎麼搞的? 我看你的款式是摘招 摘多輕功才好 有什麼可能? 我一定是一個很威好架勢的人 那你想怎麼樣? 四個字 遠走高飛 你想走去哪兒飛去哪兒 你叫什麼名字?你組織哪裡? 去哪兒不是問題 總之, 坎仔怎麼可以群交龍 我不應該屬於這麼囂張的地方 我覺得在我們還沒想清楚之前 就不應該說到處走的 始終兩個人行選、坐招 吃什麼都好, 每樣都是銀兩 兩個人的盤村一點也不少 所以一天不想清楚 我們一天就應該留在這裡 好嗎? 站在這裡 什麼事? 把你們身上所有銀兩拿出來 你瘋了, 這麼一隻… 江湖舊吉, 他人相賠奉還 原來銀兩是這麼容易賺的 你們是真的嗎? 你有沒有人性, 有沒有道德, 有沒有廉恥 就把銀兩給人家吧 廢話, 要做王者就要弱肉強食 要做強者就要攻城略地 所有無力, 坎仔不越人 從頭都要死 江湖, 你真是傻的 難道你以後打算做山賊 到處去搶劫為生嗎? 想想想, 經常偷人的銀兩 都好像有點麻煩 標局應該有很多錢 只要撞龍的錢都在我手掌 豈不是要錢有錢? 老人勒手枉髮, 被人拘捕殺人衝軍 你忘了, 這裡沒有枉管嗎? 我當你說笑, 否則我… 否則怎麼樣? 你打也不夠我勁, 跑也不夠我快 不是, 欺負 不要走, 你要不要亂來 黑瘟嗎? 你真是黑瘟, 真是黑瘟 扔我? 別走 你是什麼人?為什麼不能扔我? 是黑瘟, 你是黑瘟 總之幾經波折 我暫時就落後在手陣陣 你知道我幾經被人砍死嗎? 幸好你收到那封信 又幸好, 林克風由他因為失身病 什麼都忘記了, 眉省自己的身分 不過你問我有什麼打算 我也不知道, 很迷茫 話說回來, 為什麼宮中會怨傳我死信? 我散吐我去, 還沒死? 父皇有沒有派人來救我們? 反正援兵就在附近 找個阻礙在保護我們 什麼事?蔡人 皇上沒有派人來 那你有沒有準備馬車? 我們隨時可以回宮 沒有 那父皇有沒有口語? 對不起, 四皇子 奴才無法保護你 但是奴才確實不想死 你, 奴才, 上有高堂, 下有淒房 初一真是不想死 對不起, 四皇子 你說什麼?初一, 你起來吧 追著, 四皇子 不是你死, 殺我亡 為什麼? 我只是被逼的 你不要逼我 對不起, 四皇子 我只是曲折刀 你說吧 是誰指使你來的? 是大王子派我來監視你 大王子才是我的主子 但是, 自從你失蹤了中之下 我就立即回王宮 和大王子回報 惠一, 痴人辛苦你了 奴才為主子, 赴湯道火, 在所不遲 和我馬上查探幾位客人 生見人, 死見事 無論生死 無必要他一命歸世 和帶他的首級回宮覆命 若敢抗止 你一家十六口就是反賊 這是父皇下的聖子 竟然是父皇的聖子? 他一向不喜歡我都算 他居然想殺死我 皇上他們想入罪過年神國 就是看中了他們的燒獲 今晚立刻溫柔又想殺你 他們就來過順遂推奏 那百姓國就可以出師有名 四皇子, 你要記住 你千萬不能生歐歐地回百姓國 天啊 為甚麼你要這樣對我 天啊 四皇子, 你天生人口 你要記住錯一句話 人善就會被人欺 你就自初一一死了 初一, 懷生再服侍你那四皇子 我不會弄到杜子這對手 你自己罵我都等死 謝謝你